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评一下 反正挺兴奋的 有几个兴奋的点 第一个就是当然咱们的篮球一哥 易建联跟丁严宜航 这两个是MVP级别的人物 没错 他们时隔三年和一年 那么重返球场以后 上来虽然打的时间不是很长 但是效率其高 我们都知道要慢慢来 不可能说上来就打个三十多分钟 那么能够看到他们在养伤康复期间 练得这么好 感觉很欣慰 那么下一步就是要谨慎地把他们使用 让他们逐渐逐渐地进入到比赛的状态当中 至少现在两个人手感度非常好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年轻人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第一阶段比较特殊 到现在注册就俩外员 一个弗兰克林 一个叫布克 有两个 然后剩下来基本上都是全华班 在这个过程中 第一阶段是非常特殊的 就有点像上一个赛季 一开始 因为全华班他有利于怎么样 第一个我个人感受 有外员有外员的好处 就是他比较就是一对一的能力比较强 但是在全华班的时候 那教练用起来更考验一个球队的整体感 就是你说的 能够看到他们的整个球队的速度 20个球队大部分打得都非常的快 哪怕你有打个 两米二级打个 球队的攻速转换都非常快 这个过程当中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 我们的年轻的后卫出了几个不错的 比如说这个北控有一个叫廖三宁的 昨天晚上看福建 10号黎一阳非常不错 然后还有江苏队 还有一个崔小龙也不错 当然让我们很欣慰的 就是看到了好像1997年的姚明 又出来了 于家豪 这个是年轻人给了我们很亮眼的第一轮 这样让我们对后面的这些 就是37轮就很期待了 当然到了第二第三阶段 外援会逐渐加入 他们的机会就渐渐就没有那么多了 可是这头一阶段很重要 没错 就是能够让我们看到 2000年前后出生的一些年轻球员 他们差不多现在应该19到21岁左右 有的多大一点的22岁 但是正好是由过去的二队或大学生球员 转为成年一队的时候 起步起得非常好 所以让我们对今后中国篮球还是有一点信心 的确像苏老师说的一样 第一阶段的第一轮比赛 非常多年轻球员的加入也让各支球队的面貌 变得新了很多 其实新面貌的 在今天比赛当中的两支球队 可能这个新面貌 应该是比较有效加入的 应该是广东 新面孔我们都看过 而且年底有更新的 对 那个不一定上得了场 但是现在几个都已经是他们完成了新老交替以后 你想想什么徐杰 包括后面张浩佳 中锋张浩 这些都是我们上赛期见过的 而在青岛更年轻一点 青岛他今天因为刘传心去澳大利亚 他打不了青岛队 所以后边来高士敖 是今天我们要重点看的 没错 而且青岛队在赛季开始之前 也是做了更多的一个运作 也是看到了内线球员 其实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李源宇的加入对于这支球队有了补充 对 李源宇算是老队员了 原来也是广东队的 拿过跟广东队拿过冠军 虽然那个时候他非常年轻 但是年轻的时候的这种经验 以及在广东队感受过的氛围 希望能够给这支目前更年轻的青岛队带来一些 因为青岛队第一场比赛打得非常不错 他们攻守转换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说实在的 我个人感受就是 有外援的时候 CBA的球反而有点慢 这个外援拿着球 后面慢慢慢慢又推过去 他要寻找 主导着自己一个人打的机会 但是没有外援的时候 教练强调的是整体 所以我们看到青岛队像 他们打这个16号 打1号为林伟汉 中国台北的球员 林伟汉他主打1 然后还有主要的得分手张晨宇 包括商场的王庆明 对王庆明是他们内线一个很灵活的一个大哥 还有一个就是应该说在这个后卫线上补充的王洪 也是小个 他俩一号位都是小个 所以无论是首发阶段还是替补阶段 青岛队打得都奇快无比 那么这样的尽管他也有大哥 但是我觉得吴庆龙知道 他们给这支球队带来的一些比较全新的风格 是让人感觉到这个青岛队 他上赛季的第六名不是白来的 但是这个赛季当然不知道会怎么样 我们待会可以细谈青岛队这个赛季的目标 的确青岛队可能这个赛季一开始会面临一些问题 就是我们要说的刘川青没法在这个赛季当中效力 而且包括卖员其实也有了一定的减少 除了亚当斯之外 还有达卡里约翰逊 他们要第二阶段 青岛队已经签了这个后卫是威尔斯 然后是达卡里是他们老客户 所以本来还是要那个谁亚当斯 但是那个亚当斯在CBA规定的这个期限内 青岛队给他合同了 合同人家亚当斯当时犹豫不定 一直没签 没签没签 就把这个事给耽误了 所以谁也不知道他要哪去 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就索性就把威尔斯签了 但是青岛他拥有亚当斯的优先续约权 也就是说如果你还想来我们这打球 那你只有去青岛 你去不了别的队 除非青岛守可 就是我跟你换 那现在这个权不是随便给的 没错 你得换 刚才屏幕当中也是给到了 两支球队首先的排名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比赛的大名单 这也是两支球队的悬念揭晓其中之一 相信很多球迷在前面网上应该也看到了 有提前透露的 主要是阿联今天轮休 阿联差不多会挑对手 不一定完全是隔着场 就是看就是说你保证自己身体是感觉舒服的状态 是前提 这是第一最最重要的前提 然后你再看 比如说有些球你没必要上 对吧 那就不上了 是 也看到了青岛队的大名单 青岛队上一场有几个没打的 一个是许家涵 还有一个年轻的 我看今天是不是在 刘嘉欣在里边 今天有可能会上 就看打成什么样 如果打的难解难分 那无知道可能会更加倚重 像张成宇这样的 有经验的老球员 但是如果说分差比较大 那今天因为悬念本身我们认为不会太大 如果分差比较大 那有可能就那些年轻的 就我们就有机会见到了 就是可以上场了 那前面的更多的评论当中 我们还是说到了青岛队更多的一些 怎么说的分析 包括在上个赛季到这个赛季的一些变化 最后留点时间再给广东队吧 尽管说他们的优势在这场比赛当中 赛前可能大家能够看得出来 苏老师比较期待广东队谁的表现 或者说大家怎样的一个面貌再呈现给大家 广东队他有一个 就是他不是每一场之前你能预测的 当然跟上赛季相比 就是我觉得其中变化最大的一个人 就是胡明轩 因为胡明轩拿了总决赛MVP之后 他整个人的自信 打球在这个场上那种坚决性 比这个过去 就是大家都是平等的 因为这个整个队里头没有 杜丰他不会刻意给某一个人增加量 加量 然后你是老大 然后别人就听你的 没有这个 但是因为你是MVP了 所以他整个自己内在的变化 是他跟过去不一样 你在场上责任感 他在拿球攻守转换那一下 那个速度 我觉得相当厉害 没错 所以今天我们对广东在没有阿里安的情况下 看到的基本上形态就是上赛季 打总决赛那种形态 是 也来看看现场画面当中 首先广东队的球员登场 今天这场有观众吗 有 有观众 同时我们再来看看青岛队球员登场的环节 那今天的主客顺序 青岛是在主场 当然我们更加期望的还是早日迎来赛季开始之前 所给大家的期望承诺一样 早日恢复主客场 第三阶段 理论上因为他要批 现在这个没有批的情况下 咱们也不好说 对 但是从设计来讲 他是第一第二阶段 是就是会赛会制 但是因为跟过去不一样 就是说因为他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不好 没错 所以是要换地方 无理的 所以是要换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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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请天启 面向国旗 请祝福礼 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曲护 歌唱——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关注即将开始的比赛 那刚才青岛队的球员站在一块的时候 大家也发现 身高差距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得说 高的特别高 对 高士敖 回首的 高士敖是青岛队他自己培养出来的 差不多十五六岁到队里头了 应该那个时候还是龚小斌在队里 所以整个青岛的清训 他这几年做得非常的不错 包括像刘传星啊 高士敖啊 包括还有 刚才说有这个 刘嘉欣 比元宇是更年轻的 是吧 比青岛队 让米萨的江州远作为主裁 而说到了清训呢 确实两支球队是比较有渊源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历史交战的记录 三胜 对 二十四胜 青岛他比较年轻 这个队呢 他们那个时候是假逼打上来嘛 一直是有点像现在 比如说宁波富邦啊 或者说类似是年轻的球队 他需要从各个地方去 逐渐逐渐的去牵这些人 那么你想清训是有一个过程的 他不是马上就有 最火的时候就是麦迪在这里 而且青岛这几年呢 他们在篮球对CBA的支持上面做的确实非常好 你看今年的上个赛季的全明星 他也是在青岛 再往前也是在青岛 所以我们觉得整个青岛这几年在篮球上的投入 他确实做的非常不错 没错 我们再来看一下广东队 刚才也说到两支球队的渊源是比较深的 那刚才苏尔士也说到了青岛队在他的成立过程当中 各支球队其实都有过不同程度的交流 那从交流的深厚来说广东队是比较深厚的 镜头又给到了其中另外一位比较受关注的球员 方永远的结 上一场比赛呢 在替主席上不太专心 被教育了 被都知道给轰回更衣室 是 反省去了 那阿联是休息 他上一场是打了七分钟 拿十六五分真不得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首方 鸿鲜 赵锐 周鹏 任俊飞和苏伟 那另外一边呢 林伟翰 杨金萌 赵太龙 吕金虎和吕元宇 也和大家重新更正一下 这是我的问题 这场比赛还是没观众的 对吧 我看着像是没观众 因为他这两个场地 他两个场地有一个场地小 是 有一个场地大 而且就是 呃 是在学校里 对 这两个队打的都会非常的快 嗯 从防守的力度 那这个 广东是肯定很厉害的 没错 所以今天尤其像几个持球的 第一个是林伟翰 第二个是替补上来王虹 嗯 还有持球攻击的像张长宇 张长宇 啊 他们要注意减少这个失误 嗯 因为广东队抓失误是 天下第一的 没错 整个CBA这个赛场 嗯 他们靠这个来赢对手 嗯 因为青岛队呢 他也是工作转换很快 嗯 主要今天他想要能够让 广东队难受 就得把进攻效率打得很高 是 两个球队呢 上个赛季的几次交手当中 其实都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但我记得那时候呢 是有达卡里赛的 对 所以那个时候呢 呃 恰逢广东队的内线呢 是处在一个 低谷气吧 对 低谷气碰到达卡里 办法不太多 你要说广东有什么 让人觉得 命门之类的 就是内线 是 啊 因为阿联那年 他跟剑断裂以后 上个赛去整个一年 嗯 他内线都是很很吃紧的 是 啊 但是熬过来了 也拿了冠军 嗯 我们来共同关注第二轮的比赛开始 呃 欢迎各位共同在咪咕视频来关注这场比赛 青岛呢 在主场面对广东这场比赛的苏晓老师和江帆 为大家共同带来很长比赛的赛事评书 这个失误来了 嗯 是吧 利用失误 这个冒了一下 造成了犯规 这次呢 是赵泰龙的几次 赵泰龙去突苏伟 嗯 苏伟呢肯定在移动上跟不上了 所以就下手了 是 赵泰龙上场比赛呢 其实打得还是很凶啊 而且 他头两个球 嗯 三分球很准 但是后半就不准了 哎 这里面呢 我们讲这个 呃 整个青岛他 不能叫新老结合 而是说呢 有几个当年 呃 非常有名气 像赵泰龙经过国家队 嗯 张成宇是八一队一出来的 哎 他这个反击很零 很零 很硬朗啊 他他手下手特别特别快 没错啊 那么还有李元宇这样 嗯 所以剩下来的基本上是 他他们补充的几个好的 就是像28号张绪平 嗯 八一队过来 是 嗯 当然广东队也跟他们交流过啊 像那个杨金萌是广东队过来 嗯 来 一块的拔球呢 青岛队刚才呢 是率先得分了 对 赵瑞呢 直接给到了周鹏 中距离8起来 有了 周鹏的胜场比赛的命中率呢 其实并不是太高 感觉还不是最佳状态 咱俩先 很坚决啊 这李元宇 他不忘了不去 嗯 你把他给放掉了 所以就试一试 是 他是有中投的 嗯 林轩呢 再次给到周鹏 顶着赵泰龙 对 因为 假的啊 这是 嘿 好 很容易了 还特意强调就是鼓励赵瑞 因为今天其实我挺想看这个高士敖跟苏伟在一块 苏伟劲儿大 嗯 高士敖呢 个儿高 高士敖接下来如果说想在内线称霸的话 嗯 得练练力量 对 目前还是偏瘦 腰上没劲儿 对 这身高2米25 嗯 这转移的不错 没错 关键是要看头来突了 哎 小大龙 今天呢 没有在一开始转出篮啊 哎 机会非常好 里面已经突开了呀 团子稍微有点大 胡明轩 嗯 补上来 现在胡明轩对篮筐的嗅觉啊 攻击性非常的强 是 上一场比赛甚至 有点过犹不及了 哈哈 连着三次 我记得上哪连连着俩没劲 没错 太凶了 功能 这感觉劲实大了 嗯 收藏呢 应该还是给后场 怎么再来看 转快 嗯 快 收藏呢 见识无恙之后 赶快剥给 红明轩 还是袁绝飞 呃 利用掩护之后错位 溜了一下 对因为呃 他的听人都没有吃位啊 嗯 没有机会 咱俩在继续后 篮板呢 哇 呃 这次李源宇和苏伟的对抗当中没取得优势啊 李源宇身高稍微差的 没错 哦 来了 这下就是分叉上来就要拉开啊 嗯 分叉拉开的有点早啊 应该说啊 就是在这种防守底下呢 现在攻击效率比较低 只能跟外面投 投完了没篮板 广东被打反击 这个球要进的就斩平 哎 胡明轩还是胡明轩的进攻 斩平 嗯 嗯 吴志导知道这个开局 进攻没打出来 对 没把想打的东西打出来 嗯 其中关键那个赵太龙的上篮没进 哎 如果当时那个进了呢 可能他会收缩收缩 对 但是你现在只能在外头扔 是 庆头又给到了汤姐 嗯 监视一下汤姐今天会干什么 没事汤姐其实上进心还是非常强的 没错 暂停的时间 当然呢 新赛季的比赛从节奏上来说是变快了 因为没了官方暂停 对 大家暂停数量叫的 就 教练员叫的事都会小心一点 对 包括突发情况的回看 他也取消 他主要是这么出台这个规定啊 主要是为了 向国际篮联靠拢 嗯 就是说 不要让球员觉得我打CBA是一种比赛 对 一个节奏状态 然后到国际比赛上是另外一种节奏状态 嗯 好些习惯是在 联赛里头养 平时啊 你比如说 你 这个球一出来就说 他肯定会去看回放了 嗯 那我都不看 是 是吧 国际篮联他不看 嗯 那怎么办呢 你得习惯这个 你不能老是依赖 说这个规则 就给了我机会去纠正这些东西 嗯 然后裁判 那就暂停也是 你的教练 到反正到点他会停 嗯 是吧 是 你得去掌握这个坑截上去怎么什么时候停 哎 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呢 球员其实也会有点不习惯的情况 也会说 哎 你回看啊 反应慢了啊 觉得哎 好像还有这一步 咱们回来 继续看比赛青岛队的进攻 看看能不能通过暂停回来之后啊 有所缓解 出分边啊 抽来 外线的城市啊 有了 这个固执的不错啊 喜好杨金萌 对于广东来说呢 杨金萌同样也很熟悉 对 因为广东青年队那个时候 他放走的不少人 无球对抗之间 这是 那高士敖上的 哦 杨金萌和周鹏 胖儿自己原来的球队啊 肯定会 证明一下 额外的要卖力一点 是 因为觉得 咱们丢不起这人啊 哈哈哈 我不能给你丢人 我是你培养出来的 我在外面 是吧 现在打主力了 哎 周鹏在外心 哎呦 今天的手感好啊 也可以的 嗯 青岛队呢 就是在防守的强度上 嗯 还没给到太大的压迫 也来一个 两次外向 对 今天他们要跟广东干呢 就是把进攻给打 嗯 效率给打 刚才呢 是林伟汉外线打中 徐杰 那这个高士啊 就对外线有影响了 嗯 但是把它调出来了 是 调出来呢 哎 这个球啊 说实在啊 再往前一点 嗯 就冒到了 是 这手臂太长了 嗯 哎呦 我还是周鹏啊 连着三个了是吧 快十分了 已经 周鹏呢 中距离打进了一个 三分钟命中两 打两 那是 你头一个是中距离 对 就是踩着线呢 嗯 逃离之间 射出来 好球 漂亮 那很耐心啊 给到了最有把握的 张太龙 你看他反击啊 哎 极低 你看这个就是 明明说两个中锋啊 都回不来 是 那其他的这个 后卫叫退防 是挺快 但是没往该去的地方去 没错 直接一条龙 正好啊 直倒黄龙 嗯 面对苏伟 好球 传过来 这一次 强攻小狗不球 啊 我是觉得进攻 需要再暂停以后 明显是提高了 嗯 但是他防不住 广东队的反击 是 场上两个高度啊 嗯 一个是苏伟跟张浩同志在 嗯 一个是高晓跟李元宇同志在 没错 哦 这个球啊 这个球你看 就是他的控制面积比较大 没错 看看这个怎么防啊 就犯规了 徐杰呢 想偷一个球 是 前后夹击当中 你看 能看出来这个 青岛队打得非常快 是 这也是他们重要的一个得分手段 哎 对 哦 对 徐杰呢 今天轮换的时间同样也很快 在第一节开节五分钟之后 换上场 四位也换下 嗯 现在这个赛会制比赛 虽然不用坐飞机 嗯 奔波 但是一天隔一天打 强度密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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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而且从这个场馆的训练保证啊 嗯 毕竟不是在自己 有独有场馆的情况下啊 大家也知道 比如说 呃 联盟当中有几支球队的保障 嗯 就是自己的设施是比较全面的 嗯 保冬算一个 嗯 然而其他球队呢 怎么说呢 也在自己家 嗯 这和赛会还是不太一样 跟上赛季略有不同的 就是有些场次可以有观众 哎 所以浙江的三个球队 哈哈哈 更多的有 进水楼台啊 对于北方球队来说呢 稍微苦一点啊 辛苦球迷们 联防 嗯 哎怎么破联防 联防啊 就是老三样啊 这有啊 有几个的人啊 就是比如说你底线 嗯 你得有溜的 哎 啊 这一定得有溜的 有溜的就有船的 是 是你要是不动 那你就只剩投篮这一下 是 以前溜底线做的最好的谁呢 威姆斯 啊 对威姆斯啊 猪鹏啊 嗯 这些都不错 是 我看第一时间了还是出球 要利用高士敖的掩护 是 现在就是高士敖 比较年轻 有经验 是 行不成这种叫战术效果 嗯 你比如说他要到位了 这些队友是不会把球去给他的 嗯 等到你将来有点经验了 更成熟一些硬朗一点 如果能够成为一个战术点 嗯 那就不一样 现在他只是在防守端 呦呦是 王庆明啊 王庆明可是 这队里头 非常重要的 隔板手 完全可以打首发的 嗯 对膝盖 哇 刚正好 嗯 好像对到周鹏的大腿上 你看 嗯 顶了一下 又挺 挺 疼 嗯 周鹏没一点感觉 是 其实你的大腿正面啊 被人膝盖顶一下也挺疼的 挺疼啊 就肉疼那种啊 不知道 表情现在略显严峻啊 要知道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 就是两天之前其实王庆明的表现非常 王庆明是这个队里边 嗯 从长街内线到外线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而且他呢 呃有经验 他还是山东本地的 烟台 哎 哇这一下挺重啊 对王庆明回去的这个 一瘸一拐的一下 这抬起来这个时候呢 在周鹏的大腿的正面 是 啊 但愿不是什么 要命的 要命对 因为毕竟不是膝盖对膝盖 有点联防 嗯 张浩分出来给周鹏 周鹏再次主任 啊呦 全军了 就是可以 张鹏打了个擦板 嗯 赢着这个告示啊 就上 哎 你看广东队就非常强势的一种夹击 嗯 而且他夹击的点 区域都是很靠外 是 往两边 死角这个位置去夹你 夹你完了以后呢 不给你传球的几倍 你也不能退 嗯 后面是个死角 这跟墙角是一样的 对 呃 往往很多球队不适应这个广东队这种夹击 嗯 有机会投三分 哎 看看外线啊 嗯 转了 张组明 嗯 犯规了 对不对 因为 虽然你退的很快 但是广东的反击更快 是 最后 无奈就只有犯规 现在呢 你看这个反击不快啊 其实林伟瀚早就回来 是 但是他 选的位置 跟人家胡明轩走的这个位置正好是错开 然后呢 只能犯规 没错 而且林伟瀚呢 现在也是因为只能的关系 我看看 犯规有几个 我们看看 林伟瀚现在的犯规数 现在是给了一次 一次 嗯 但是也到时间了 对 再上了 哦 再次墙上啊 今天张浩的表现不错 张浩他比这个高士豪多大 时间的 嗯 他不是第一名 是 现在王红当 主力一号 打打一号位 是 他也很快 嗯 嗯 同时呢 还有刚上场的张成宇 对 你想啊 青岛队的使用就是把这个比较厉害的王庆明啊 嗯 嗯 刚成宇啊 都搁板子上 对 他第二波 比较厉害 是 他第一场也是这么打 哎 四川队有点招架不住啊 嗯 回传过来 好球 徐杰出手很坚决啊 也短了 反击 嗯 传过来 这一次 好 嗯 绝对的强势进攻啊 打着徐杰那是对的 张祖明上一场打的也不错 嗯 张祖明呢 目前为止效率呢 就是从对得分上啊 虽然 还没显示出威力啊 但是 是刚上来 对 嗯 上场比赛呢是得到了18分 7个篮板 你看他这个呃 日达室的这个叫田济赛马 嗯 他把那个吕俊活用了不到3分钟 嗯 其他人打个5-6分钟 有点假手法的意思 哎 对 然后呢 就开始一个个上来了 嗯 王庆明啊 张祖明啊 王红啊 嗯 张成宇啊 可惜就是呃 王庆明刚才受伤了 嗯 其实 不管用 是 去接 二连狂 嗯 二连狂 嗯 增盘士出来掩护 再给到落底角去接 啊 你看啊 嗯 你看这个 呜呜 还是这一下 哈哈 你看 其实这个球 马上就要破了 就是任俊飞 任俊飞从底线过来 一下子吸引了人就收过去了 嗯 马上再把球传过跟进的人 是 这个球差点进 再来看 你看没有 就是他这一下 嗯 所以为什么破联防的时候 大家都在说罚球线战人 防的线 那只是一种 哎 大帽 三打二 看看啊 嗯 水面远端 嗯 没有形成直接进 是 是 江总民这空了 嗯 打曾凡日 防着防得不错 看几股怎么样 哎呦 这够手啊 曾凡日占不到便宜啊 哈哈哈 曾凡日本身在中锋里边就比较 哎 没错 是吧 B斩还占点优势啊 能着补一点 那这个 也不行 看鸿鲜在外线呢 咱们球 还要再打吗 又有鱿 哎 也没战到优势啊 再来吧 还有个猫 这改一个犯规啊 改一个 咱们再来看 嗯 B斩 我们跳 不再一个两局 这确实是 他跟刘传星 嗯 刘传星比他稍微大一点 哎 两个巨人 青岛队今年如果没有刘传星 去澳大利亚的话呢 他这两个两个主用刘传星 都进了国家队的 嗯 然后这个就是慢慢成熟 你想啊 随时随地查都一个两米二十几 哎 哪都吓人呢 现在有一个中锋和没有中锋 完全不一样 嗯 你有俩 还有一个李源宇 对 然后 你看昨天新江队 没有了周琪 对我和彭和杰说的那种 是不是 对 对 一看了就三十冲了三十分就去了 那些差距 对 不是别人不努力 就是因为阵容有严重缺陷 是 对吧 嗯 咱俩看青岛队的进攻 啊这下找不到人了 刚才本来要找一 这个高士敖的 是 高士敖那边空了 嗯 这是张成宇标志的动作啊 总距离 嗯 对于青岛的进攻团还是需要再跟进一些 还是领防 嗯 想怎么破 掩护一个 嗯 头一个 徐杰直接来 反正徐中锋又来了一个 哈哈哈 哎呀 这个篮板的嗅觉啊 刚好打的这个是时间差的 嗯 明显看出来 更老练一些 嗯 嗯 其实呢广东队破这个联防啊 破的不好 是 哈哈哈 你发现不 不如之前那么好 对 我是觉得 没有特别有效的一个针对办法 嗯 能够看到像比如说 任俊飞今天哎那一下是灵光一线 但是大部分时间他们也是打的比较 勉强是 是 犯规之后的罚球 啊 今天青岛队的罚球 罚球命容率啊 不不不 刚才之前好像也有没罚进 是 但是 但是今天的青岛队在第一节其实还 获得了不少罚球机会 对赵太龙多 嗯 还是分叉别拉得太大 哎 那就快一个 啊 这球 然后郑素铭往前一冲就有这想法 能看出来这就是在场上保持比较高的集中度 一直在很紧张的状态上 看怎么错 看中路 他打你一个冲不来 这也没人管了 也躲了 其实补得很好 但是这一下给投进 投进攻要打吗 回来也一个联防 传的好 反手 有空间 直接帮助旅行虎打成 回来接着联防 现在轮换的换上了张老佳 但是他不能进去投啊 里面有大个啊 张浩佳 最后找三分 当然呢张浩佳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呢 那高炮台展现在还可以 嗯 需要稳定的输出 你看他在这个进攻过程当中 跟那个高晓什么有关系 是 哦抽位了哎呀 不给吗 这个投篮选择 哎呀 可能不是最好的啊 不是他认为徐杰是中锋之的 哈哈哈哈 徐中锋嘛 中锋房中锋你还去给他球干嘛 哈哈哈 哎 这边张浩佳一个 是 这下呢分差上了两位数 哎 就是这就一回合之间 嗯 嗯 就刚才联防基本上把分差一直控制在8.1分 是 哎 有机会了 哎 嗯 徐中锋这下不太奈何了 哈哈哈 两次 其节1米8 嗯 这个2米25 嗯 40公分啊 40多 哈哈哈 45 半米 嗯 嗯 嗯 夹冬果 嗯 如果你不进呢 篮板球就是高士敖的 嗯 不用跳 所以他 当时这个吴庆龙指导排的这个联防 他是既有利于遏制你广东队的进攻 同时也能够适应这高士敖的身高特点哎 就弥补一些不足啊 来一些威饼 哦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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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看 你给他高士敖个高 嗯 挺灵活的 是 他让我想起了就是原来 年轻的时候那个李母豪啊 李母豪那个时候呢 2米9 你看比这个还是要差一点 但是他的也是这种速度非常非常快 嗯 如果你能够练出投篮来 嗯 你就可以 在这个位置上无敌一个牛 是 但是呢可能李母豪 耽误了不少时间 嗯啊 慢慢年龄也上了 是 对于高士敖来说呢 年龄 加上未来可修补的 比如说力量的提升啊 嗯 包括孙老师刚才提到的偷懒 偷懒 就是实际上我说的就是一个 年轻的中锋 你比你的前辈要 要 来的幸运 你为什么呢 前辈犯下的错误 你都可以吸取 是 教练会跟你讲 嗯 你要怎么样怎么样 嗯 如果不怎么样你就会被淘汰 哎呦 就反击没劲啊 这个时候 你看到最后7分 是 其实这个联防啊管了用的 嗯 缩小了不少的分差 这样一来双胖的第一节比赛结束 看到两队的分差啊 最终7分 31比24 那在第一节的比赛当中呢 青岛队的得分啊 确实是比较分散的 但是最高的高少得到了6分 其他人呢 呃 林伟害3分 赵泰龙3分 杨金萌3分 张祖明3分 剩下的包括 鲜鱼2分 吕俊虎2分 以及张成羽2分 特别分散 广东队呢集中在周鹏跟张浩上 是 那代表了首发和板凳 两个比较突出的 对 为什么这个替补里边得分不多呢 主要还是在于 他们上来的时候你就排联防了 是吧 对 排联防的时候广东队工作不好 之前呢 在首发的一个阶段呢 盯人阶段他们的反击打得特别好 嗯 主要靠反球 对 总体上蓝球呢 广东队还是取得了优势的 但是在其他的命中率上呢 有领先 但领先的幅度呢并不大 两队的总体命中率呢 差了不到1% 所以说看看青岛队做出这样的改变之后呢 在接下来防守端 会不会有更好的效果 他主要只要这个高士敖在 嗯 那基本上就是联防 对 哎 不知道果然啊 这个时候呢 也 适当发狠 而无知导在另外一边呢 其实对于高士敖的布置啊 就反复的也在教啊 就给他做动作 说哎你该怎么做 很耐心 你知道他在场上的时候 嗯 其实并没有以他为 任何的战术的这个 支点核心 没有嗯 他不参与这个 他不参与这个play 就是这个配合他不参与的 包括刚才你看到 徐杰错位的时候 嗯 球都不往他那去 因为大家形成了一个习惯 就是说你这个年龄 第二场比赛 你这个你岁数19岁 嗯 你还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打 所以他不给你就撤 嗯 但是一旦将来给了 那你说他是不是会有更好的 机会啊 这个得分 就跟昨天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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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余家豪一样 嗯 看看第二节开始 徐杰的外向啊 对嗯 因为 攻联防的时候 你把人防守调动起来 这儿空出来了 他过不来 这时候三分很关键 是 而投进之后呢 防守也对全场了直接 这是固执到习惯的战士 做一些变化 对 就是说我不给你 舒舒服服发起进攻的机会 对 那变几个节奏你就乱 嗯 嗯 张德铭分出来 看看 找瑞这个 得形成错位了 要这一下空间很难了 你看他换过来以后 正好是高个儿防 哎 罗蒙补的很快 再看看广东队的进攻 估进来 15了 嗯 15 徐坚难道 哇 差一点啊 青老队的机会 这一次 差一点啊 还犯规 给了张祖明拉人犯规 对 他正好是没抢着这个篮板球位置 嗯 十分九 就是这么好的一个快攻机会 嗯 所以你你那 这青岛队本身他防守不如广东 你要攻好 效率高 那你丢点分没关系 但是你现在光丢分 攻不起来 广东队稍微的换两个防守 一会儿联防一下 一会儿全场联防一下 嗯 你看又是一个全场联防 嗯 很凶啊 而且徐坚的力量确实是很强 他走下三路 对 刚才王红应该不怕这个 重心低 小个对小个 呃 前场攀板加24进攻 8分啊 8分 好少呢 确实要在这个赛季当中多争取这样的机会 对 因为说白了也就 嗯 一个阶段吧 嗯 是吧 第一阶段 对那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达卡里约选一来就没他什么事了 哦 赵锐啊 徐坚一个赵锐一个 嗯 三分一打开 基本上分差这个啊 在局面上就好很多了 张祖明 顶着周鹏来 周鹏呢 打算一条龙 但是失误了啊 这是一个四大零 四大零 嗯 给谁呢 给高师傲做嫁衣啊 哈哈哈 谁呢 同手十分了 王红 王红 嗯 是吧 嗯 鼓励队里的小弟弟 对 哇 可以 周鹏已经 又断一个 王红断 对 四打二的球 还采取了一个三分 哎呦 哎呀 天呐 哈哈哈 勇气可嘉 宁愿要两分 只能说勇气可嘉 看看周鹏 顶着高师傲 正面去挑战高师傲 周鹏现在情绪上好像出现了一家 想证明自己的波动 嗯 周鹏 周鹏 周鹏适合打这个球 是 对 就是大家相互之间的区域拉的比较开 嗯 一打一 他有这个能力 是 这下杜丰知道不高兴了 嗯 就打得太简单 没错 然后就赶紧停一下 下一来呢第二节比赛也是到了暂停的时间 这节呢从总的比分来说呢 嗯 相差的也没那么大 对他刚才俩三分以后啊以为要拉开了 又又回来了 但是呢广东队觉得青岛队好欺负啊打的相对简单一些 对 然后你看他这个球其他两个人也帮不上忙 那一对一的球 是周鹏刚才那个球去挑战高士豪 你他的经验呃也没没什么问题 但是高士豪正打的兴起的时候 他比上一场打的还好得十分了 嗯 又是防守的时候他面积比较大 是 第二节到目前为止呢双方打成了6比6平 嗯 嗯 就在跟周鹏说刚才那个球可能选择上 选择上 选择上有点太简单 那可能也是因为两次失误的关系啊 对 在情绪上想要去证明这局 因为说实在啊高士豪一会就该下去了 因为这么大一个个子啊 第一节打了后半段 第二节打了前半段时间也不短了 是 体能啊各方面可能要休息一下 12分钟了 对那个谁呢 叫李元宇让回来了 但是能看到这小伙子是这么不错 是 我相信昨天大家都在讨论于家豪 今儿该很多人讨论高士豪了 我们看数据非常全面 3个盖宝 5个篮板 4投4中10分 非常棒 哎 关键是他 改变了对手的进攻方式 嗯 有冒对方的 是吧 也有 就是抢了篮板发起快攻的 嗯 还有自己参与快攻的 是吧 这么大个子啊 看看暂停回来之后啊 双方依旧是7分的差距 和第一节结束时的一样 你看 你看又是这样 又热棒 但是这个 体能肯定有问题 所以应该像刚才那次呢 赞同以后啊 让他下来歇会儿 现在接着打双中锋 是让李元宇打4 嗯 这球呢看球全 还是第一判法给前场 你李元宇上来投过以3分 嗯 但是他从以往来看 他不是一个专职 拉出来的大中锋 是 也不像易建联 现在3分准的不行 是吧 嗯 你作为4 拉到外头 他不见得有这个威胁 没错 喂喂喂 哎呦 不知道 不高兴 嗯 好像是这个判法呢 出现了变化 好像前场改后场了 嗯 嗯 赵瑞 看他们突了一样 突完团 对 但是现在防的不错 是 直接被破换 这一套联防现在还是管用 嗯 就广东掌分现在比较慢 是 呃 在训人呢 嗯 你看 又是个前场球 嗯 青岛队球员呢 刚才判断上出现了一点小问题了 嗯 像这个高少这种球员 嗯 你把他一截的时间分成三段 嗯 就是打三分钟 然后呢 歇会儿 再打三分钟 可能会有利于他的场上体能 保持一个 哎呦 这是终于打破了僵局啊 是 而且周鵬呢 还延续着外线的命中率 今天周鵬准 嗯 三分球三投三中 外线九分 你有大个的时候 投三分 他大个对你就 望洋情谈 对 而且接下来每次防守都远雨 他 但是广东队还是防他的 嗯 好球露掉了 这一次啊 够硬啊 嗯 还是咬着比喷差距 给王兴凯 在底角 今天第一次出手 嗯 上场比赛的命中了两季外线 给不给这不给 没有一次给过高石啊 是 然后高石啊被露露点 那重心跑那儿去 在顶上来 哎呦 呃 可以看到呢 青岛队的进攻啊 就每次突进篮下非常坚重 嗯 但是呢现在也准备流化了 嗯 整体呢 后场的高度好像不太够 嗯 嗯 难道要挑战 哈哈哈 有经验啊 先踢出去 那你是得把这个高烧给换 一会儿 他现在跳不起来了 嗯 是要换两个吗 我刚才看好像是赵太龙在场边 嗯 我这个球可以 嗯 在空中等你落下去 我再出手 哈哈哈 下去了是吧 现在改李源宇中锋 嗯 呃王庆明不打影响挺大的 是受伤 整个轮换是吧 因为他是一个空间型的四号位 他会会投篮 哦 篮板球呢 还是在第一时间广东队拿到 但是青老队直接断下来看看 这次快攻 往后一蹭 哎呦 这次很巧妙啊 这两个小后位跟你说 啊 王虹往后一蹦 对今天王虹在场效率特别高 刚才那一下有点怎么说 像十千这个意思 是 哈哈哈 哎6比0 啊6比0了 这还是广东队暂停以后 嗯 嗯 那现在三分 不是每次都那么靠谱 除了那个谁呢 周鹏 哎周同 还有他这一节上来有过俩三分 后来一开始不准了 嗯 包括像投手呢 现在王兴凯这点呢也没开 那赵太龙在这 嗯 一直给王虹 自己来一个小打大 有了 哎呦很像啊 从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没有立体感 啊 弹道是准的 但是太短了 基地给又断一个 直接抢下来 哎呦快攻开启 分出来 哎呀可惜这这边赵锐到位 嗯 看看湖顶外线呢 哎呦够准啊 又叫一暂停 能逼破广东队 在两分钟之内连着两次暂停的步驟 没错没错 而且应该那就是9比0了吧 对 关键是啊 这个青岛队这一段联防管用 嗯 联防呢广东队破的不好 是 大家都玩命 嗯 所以也是要命了 嗯 所以通过这场比赛 打到现在林宾馆胜负 咱们先 再一次感受到青岛队 他五指导就是给他设立的这种 反击风格 哎 速度非常快 是 而且对于青岛队来讲呢 就还有更多的福利就在于 第二阶段 嗯 他的外援呢 对 威尔斯啊这来的时候 他到的会比较及时 嗯 第二阶段的外援 我估计还有一些球队可能只能到一个 是 就是不是那么完整 大家都那么完整 没错 但是青岛已经签好了 嗯 他们呢差不多 嗯 20号 今天几号 今天18号 18号 就是后天 嗯 就会到嗯 但是到了因为他要隔离隔离 隔离 他要在上海隔离 重新再恢复啊等等 对对对这些啊 就不可能改上第一阶段 对 哎我们听听 听了个尾巴 嗯 老问题看看回来之后怎么破联防啊 但是对于广东来讲外援其实现在也比较期待这么多人 因为 如果威姆斯 嗯 这是目前来讲的可能从破联防的角度来说 非常有效 对 他留底线的一个 还是还是平常就是说 一个练了几套等等 嗯 当初一手势 咱们也打 嗯 有有溜的啊 你看这金飞 对 把人带过来又溜了 是 看没有 这左边是张好佳 张好佳 对吧 这球迷传起来 是 打的勉强了 对他没有到那个人手里 嗯 哇 真快 看看外线 这次赵太龙绝对护位 又来三分 这下平了 大平啊 大家想到了吧 这个比分差距 就落后十来分 张好佳怎么样 哎呦 打板 打板的 也行 哈哈哈 宝农队终于得分了 嗯 召太龙来持久 再给嗯 这下给的意图太明显了 嗯 这还是吃了经验的亏 啊 啊啊啊 啊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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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源勇因为刚才歇的时间比较长 嗯 体能也比较充沛 是 所以高十熬一下去呢 他到五号位 哎呀 可惜啊 帅了一圈 这是赵太龙绝还是 这不是不是 零号 嗯 就红重化 红重化 他号码 好巧 很多球队这个号码就是一和零 有的时候 看不清 又断一个 嗯 抢断之后看看王虹 一打二 两位球员跟上来 再起来被冒带了 哎呀被冒带了 这个球跟你断 现在CBA也可快了 哈哈 又来一个 胡明轩啊 这时候 吴日导那叫暂停 嗯 还是其实防的都挺好 是 连防也依然有效 嗯 就是最后得分的一下 啊 李俊虎这个 哈哈 年轻球员他经验不 是 不充分 尤其是打到42平的时候比较兴奋 对 哇 就这一下被盖掉了 哎 这个是控板的吗 应该是先冒了吧 冒了之后 应该没有 哦 他不是没冒 这就是躲着张浩佳 角度 他去打了个板 没几点看着像是没冒 哎呀但是那个球弹的位置 对咱们这个角度确实感觉就是被闹掉了 对 所以我都知道说了 你救你这个神仙手 啊 别练啊 还是紧张 这个这种好机会 但是你这先肯定嗯 听到对今天的联防哎 啊很管用 而且像李元宇这样的大中风 他为了救一个球都扑到地上去嗯 就是全队 他是玩命的 是 目前为止呢 那在绝对球员的得分高度上啊 我们看到康尚是得到了10分 赵太龙得到6分 李俊虎得到了5分 在球员得分上呢 大家都参与啊 现在只有王庆 王庆明因为受伤的原因啊 王庆明再更好 对就是只有王庆明没得分 剩下他所有球员得分 打了一会儿 跟周鹏的那个左大腿对了一下 你膝盖撞 是 看看暂停回来的比赛 还是看王庆 面对佳基啊出球比较快 李元宇是有战术的 你没有 嗯 给他设计这个单打战术 但是补防比较快 这次反蓝 是吧 你佳基上来 跟进的及时 传的及时 哎 这就中锋的单打就起作用 是 李元宇的刚才也是直接大撑的 嗯 明轩 呃 要转身绕进去吧 李元宇赶紧拽 他没跟上 嗯 胡明轩现在会大量使用这种 突击过程当中的360度转身 来甩开你 是 你看这球传的非常的到位 没错 直接给到了洪萱 看看赵瑞如何布置 扶起来 屏着打 这个球前场结果还算不错 但是好像有一些争 算了 不计较了 不争了 免得吃涕 嗯 嗯 嗯 这个赛季啊 往往是这个赛季出啊 都会管的比较严 从严啊 直接断下来 这种发球这可不应该 二打零 赵太龙 断球之后的 哦 这个是跟二球了都进了啊 而且也进啊 没什么选拟 呃 广东队 这第二节犯了不少错误 对 有些错误是不应该的 没错 嗯 总冠军队嗯 发底线球被直接被断 这个情况少见 是 快攻得分 我们看到今天的青老队17比12 对 是要比广东队多了五分 明显广东是靠快攻吃饭 对 对 又是没见哦 二次进攻 哎呀 运气不在这边 终于来了 呃目前为止呢 篮板球这一下啊 广东队还算保持这优势 还是特别14 二次进攻得分 因为篮板球的保证吧 嗯 赵龙 哇这个球男啊 是 是 一步到左边 是 广东队防守犯规了 嗯 我们看一下这个 应该是对 赵坦龙 就是落地的时候 你看啊 还有一个后撤 你看没有 落地的时候被碰了 所以这个球 好像是给了 给了墙的犯规 对对对对 对了军虎的犯规 嗯 赵坦龙那一下应该是没给 嗯 赵坦龙这时间呢被换上 你看四分的差距 这就是青岛对后场的优势 对对对对 还有两个小后卫 对 而且呢 威尔斯来了以后 林伟汉还会打首发的 哎 大叔跟威尔斯打一打二 嗯 14秒的时间 哎没同 空位出来了 给到了赵坦龙 哇 漂亮 又差一分了 哎 比赛好看了啊 广东队还真得小点心呢 嗯 青岛队这阶得分不少啊 青岛队的球挺好看 嗯 那个福建的球也挺好看 输赢都好看 对福建虽然昨天输有多 但是上半场打得不错 然后 他那个王毅雄误过 嗯 就是登场的话 嗯 福建也是挺好看的 有一点 高宝来 熟悉的手型啊 让我家并没能打中 李伟汉 往前 哎 接受到前 李伟汉给他 就是让他直接 对 就是做好了完全的铺垫 他要的是这种冲击力 哎 周光之道就说了 好像说到了防守 哈哈哈 但是呢 显然这段时间呢 吴星龙之道是比较满意的 刚才那个 嗯 这是近的啊 但是球有没有彩线 哈哈哈哈 没太注意啊 嗯 因为我当时一看 我觉得可能有点彩线 但是呢 嗯 没人提这个 是 李伟汉 点了一下 好球 啊 任俊飞熟气的位置 但是也没中啊 哎 在这个位置上啊 你联防如果露出这么大空的话 是可以直接投了 对但是打不中呢 就比较难受了 还是前场 嗯 这段时间他们倾倒的反击打得很有效果 所以大家都很兴奋 嗯 有的时候会 进一些你看上去比较不可思议的球 有的时候 明明是好机会也会不进 嗯 我会放弃比如说他没投之类 哈哈哈 我们再来看这一次 蓝球拿到之后二次进攻 哇 哎呦 李元宇你别别看他才2米0607这样的一个身高 他毕竟是打5的 哎 反超了 反超了啊 我们忽略了 这个比分结果方面啊 对 看看广东队现在接着联防 胡明轩自己来 哎呦够硬啊 重新夺回领先优势 这个时候需要有人战成 得到10分 胡明轩周鹏 进了5个3分 再来一个掩护 哎 怎么抓到楼 选得大啊 再传进来 很耐心啊 一开始没打好 嗯 哦 一开始没打好 他本来是在底下那个小的 替那个27号 叫什么 吕俊虎 吕俊虎 让他到那边一侧 他接球低位就是一个错位 但是呢 他站着没动 是 没动这个战术就没打下去 1.7秒了 这一下进攻呢 现在青岛队也比较难 接球就要出手 哎 是这么设计的吗 哎呦呦呦 差一点 我跟你说 李元宇已经非常兴奋了 这种球 说白就是神仙球 是 你进呢 就是神仙球 没进也得积极赞叹 但这个过程已经很不错了 因为一击是影响了对吧 是 转过来 想要很细腻的点一下 他就是很多这种非常拥挤的空间里头 哎 没有在内船里面 他的失误率是很高的 是 16.9秒 那青岛队呢 是有可能会控制时间打最后一攻 后场 架过暂停 架过暂停 那没交 习惯性的还是先 防守上 昨天0.6秒 阿之道还叫暂停 对 对吧 是 防守呢 变全场 这个不着急 还有10秒钟 哎呦 这个犯规啊 犯规数 应该还行 这个广东队 底下那个杠杠 我一直看不出来 到底 颜色很淡 对不起 原来不是红色的吗 原来颜色是比较深的 是黄色还是红色的吗 我记得也是红吧 就但是颜色很深 应该没够 应该没够 对没够没够 至少应该三 我记得就是显示啊 嗯 还有几位 好球 庄篮 被断了啊 广东队有时间 看看类似甩过来 哎 难了啊 确实了 这样一来双方的上半场比赛结束 13比5之1 双方在半场结束之时只有2分的差距 非常好 哎 很精彩 而且悬念的很足 这个第二节啊 高中队在联防面前只得了22分 嗯 嗯 你要说 青岛的进攻有多好也不见得 但是呢 相比之下他们得了27分 嗯 这个是 就是这个第二节给我们的一个观感 那其中高师敖 是 青岛队发起反击 就是游落后十分 能够 反超 反超对 这一个基础 就是因为你我才联防 嗯 因为联防 好 李元宇上来接着联防 是 然后让广东队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个破联防的很好的一种手段 哪怕一到两次这种成功案例 失误非常多 对 我记得有八次 当然你的三分 无论是胡明轩也好 周鹏也好 我们那也是看看半场结束之时带来的一个数据啊 边结合数据边聊 嗯 嗯 来看看 篮板球目前领先 但是差距不多了 对 这两节比赛 我们要分开看 嗯 第一节是广东的比赛 嗯 就是防守反击 哎 弄得青岛队呢 有点疲于奔谬 一节比赛你就落后 曾经十二分我几个 嗯 后来就是在高士敖上来以后 嗯 稍微的把这空往回搬一搬 是 搬到了七分 嗯 第二节就不一样了 第二节比赛就是因为整节都是在联防 嗯 嗯 球迷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 就是CBA破联防好的队不算多 嗯 但是广东队不算是破联防 呃 不好的队 比较好的 对 结果今天跟青岛队这么一打 反而不行 嗯 其中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 一个 就是有超大个子在那 往往你这个 就是说你联防 有超大个子 我联防 或者说我联防 我同时拥有超大个子 打他的队就很难受 嗯 所以在那个前半截球 广东队就一直没打开 呃奠定了这一截比赛的一个 劣势 因为他现在这一截落后 等于单截落后5分对吧 对 收了5分 等到后来你这个李源宇上来 又是特别玩命 嗯 反击的效果也特别好 所以呃 广东队我相信这15分钟休息 他必须对自己的这个 接下来下半场可能还要大量面对的联防 要有一些呃套路上的应对 而不只是说打哪是哪 嗯 那么在第二节的比赛当中呢 我们还是看到啊 广东队虽然在呃一些比较 怎么说呢 得分比较重要的数据方面吧 还是做到了主动吧 但是三分球命中率 其实这是在50%的情况下 对 领先优势其实不算太大 还被反超过一次 对 所以我是觉得呃 广东队不应该这样的 他有很好的破联防的人 一个是任俊飞 嗯 一个是周潘 一个是胡明轩 还有赵瑞 嗯 这些都是理论上啊 他们对联 联防是不应该陌生的 嗯 但是现在打得不好 是 反倒在第二节当中呢 其实青岛队也是逐渐回复了自己的手感 包括在第二节后半段当中的 几次啊 就是非常 怎么说呢 看起来比较漂亮的外线 嗯 非常 有事情 当然了 广东是卫冕冠军 嗯 他经验非常的丰富 嗯 我们经常看到就是 这第一轮就有很多这样的球 嗯 上半场打得不错 嗯 有的球队 就是我一看就是以若对强 我跟你干到 三节 哎 我那条蹦一下就蹦掉了 那个江苏队伍记忆当时就这样 有过 前三节半打得都很好 最后三分钟 蹦一下就蹦掉 嗯 但是教练可能会觉得队员听得不错 但是 一场失败就是一场失败 是吧 所以青岛队呢 要对得起他们上半场 嗯 好不容易攒下的一种心得 一种气势 嗯 争取在下半场能够继续这样的一个态势 嗯 那么从两队的优劣程度来说 第二节呢 那确实青岛队占尽了更多的优势吧 名球肯定不会做出更多的摆兵 对 就是联防可能还会在大部分的时间里 保持一个主动呈现的一面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苏老师觉得广东队 还有什么应该做的呢 就是现在外线我觉得是得到了相对足够的 以一个未免冠军的这种 包括你十一贯的这种身份啊 嗯 我是觉得广东队 理论上应该在第三节 六分钟到来之前 把比分拉开 嗯 如果你做不到 说明你准备太不充分 对 我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 从我们观众的角度讲 希望比赛打得更加的激烈 嗯 能够打到最后一分钟心 是 那么所以希望青岛队 除了联防还有点别的办法 哎 也是希望双方的下面场呢 就像苏老师说的一样 内容变得更多一些 对 也让局面啊 变得更加精彩一些 但是希望大家 关注比赛过程当中 还是 除了精彩的比赛之外 还有更多的福利啊 带给大家 看CB 上咪咕视频 选新衣好物 上咪咕商城 广东队中文版的投篮梯限量发售 那锁住视觉的焦点 加持篮球的软 那参与的方式呢 就是点击视频下方的热卖按钮 即可进入到购物当中 一起为新赛季助力和打扣 刚才呢也是说到了啊 双方的比赛的上场的比分 53比51 那暂时呢 广东队是取得了两分的优势 但是刚才也是反复说到了 青岛队的第二节 疯狂的追分 也让这个军事的局面啊 双方的下半场比赛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局面呢 我们也是稍事的休息 之后啊 再来关注一下双方即将开始的下半场比赛 休息一下 我们稍后回来 一会儿见 来吧 下半场比赛 早 下半场比赛 下半场比赛 大扣 还需要提待 两场比赛 書籍 快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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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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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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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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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石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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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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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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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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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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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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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篮球人才是一拨一拨 这两年我们还是出了不少人 但是可惜就是说这个CBA的联赛 这个疫情打扰的比较厉害 这斩乱了 有些正常的赛制 对原有的期待啊等等 包括这些赛季的确常规赛 他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对 那对利用失误之后的进攻怎么样 杨继萌 这次终于有了收获 杨继萌前面几次啊 空了 无知打今天可以了 虽然现在落后18分 但是他在这个三节的时间里头 至少是两节多的时间里头 还是打得不错的 是 青岛队呢今年的目标差不多还是挺实在的 我听着是叫宝霸争四 也比较符合他目前阵容 因为说白了就是大多数球队他提公开提的目标会比较有点富裕 比如说我们打进肌肉赛 但是他是上赛季是常规赛第六啊 所以今年来个宝八争四 这个任务其实很艰巨 嗯 啊叫宝八还行啊 但是争四呢 反正都挺你比如说嗯 你争四这块难度非常大 哎呀看这次啊抢断之后杨金萌 广东辽宁浙江哎浙江今年有余嘉好看看能够有什么新东西 包括广煞这个赛季也越来是熊熊的 然后上海广煞北京山东啊山东这一下全发快满了是吧 新疆队我们看看外援来了以后会怎么样 因为新疆队如果全滑斑的话实力会下降的比较快 对 因为他们没有内线嗯 内线质量一般是吧 但是好在呢怎么说呢 这宝八争四呢 不是说前八 前十二也行 就想有进步嘛 对 不过呢在38轮的联赛当中 就大家每一轮的比赛含金量不一样了 就没什么容错率了 总而言之这个青岛对他是有年 有年轻球员值得期待 嗯 他们也很有特点 嗯 嗯 打篮球不是每个都能拿冠军 但是如果他的特点能让我们欣赏 并且记住 对啊 或者若干年后还能想起 对这就是一种成功 对对对吧 还是过前仗之后 啊 上演后过 嗯 再给大哥 是手低手嗯 从中华不敢 嗯 两次机会啊都能出手 其实我是觉得应该多给 稍稍 几次配色嗯 围绕他做一些战术啊 哎哎这个球 哎 可惜了 他打着不如一开始好嗯 包括可能这个情绪上是不是也出现一些波动了 对 对 环球这次危险啊 嗯 这股不 嗯 我这股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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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股不见 这个事故 嗯 这个事故 只得三分 回去杜甫要批评啊 我们派上来的时候是18 9分 现在就剩13分 你看这个球也没劲 对 对 这特写给洪轩和周鹏 嗯 今天给洪轩的原因在于 很准啊 25分啊 嗯 所以广东是不知道哪天是谁得分最多的 这几个人就像这个抽奖一样 只会中一个啊 对 或者两个 说明他整个球队还是很有纪律性 嗯 以这个平常 就是教练的布置打什么东西为主 是 就是当一个点出现问题之后呢 马上进行第二方了 对 东方不亮西方亮 嗯 这次啊 打增盘日 是 看看这次外线呢 还是不重啊 但是咱们球这两次呢取得优势 那你们也不给呢 绕前 绕前 没空间了 时间啊 哎呦 呃 是不是体力也不行呢 是吧 是 要不然我看有几个球特软 嗯 因为 哥前面上半场的时候他 他打起来就扣啊 嗯 哎我们看啊这球 张浩来单挑 哎呀 哈哈哈 他有意想打一次高士敖 他走 跑不动了 对 今天 高士敖的上场时间 30分钟以上了 哇 但是他连续上场时间长 对 就是他是一大块一大块 哎呦 哎呦 30分半 嗯 30分25秒 嗯 你看那周旗他也是这样 嗯 你用周旗你就把他时间给切碎了 嗯 嗯 你不能让他就连着 就打 差不多一级 对对 10分钟 嗯 那他后面两分钟 效率是其低的 嗯 然后你一歇歇很长时间 对 你再上来打 连打 6分钟 这6分钟里面可能前4分钟特别的好 但是后面又 就不会不行 所以你把它稍微的切开 对 那你包括MP圈他也有自己的习惯 嗯 你比如说那个谁 詹姆斯他就喜欢打半截球 嗯 休三分钟 再上三分钟 是 然后再节节两分钟 然后再打三分钟 嗯再休息 嗯 戴维斯就不是 他喜欢一整截打完 包括 然后歇六分钟 嗯 邓肯也是这样的 打十分 全部都打十二分钟 然后一歇歇六分 甚至八分钟 对 孙老师意思也就是说对于 不同的球员 对 特殊之定 对 他得有他的特点 你看高时好明显 不适合打很长时间 对 至少目前从这个体能等等啊 他到后来 我看他的场就走着了 哈哈 嗯 吴志导可能也想说就打完算了 时间确实也不多了 看最后一攻 都是年轻球员 那可能都会再打一下 3.9秒 孙老队还会做最后一次尝试呢 走 外线并没打成 这样一来呢全场比赛结束 103 比 90 最终呢 广东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是取得了比赛的最后尝试 13分的优势 各有收获啊 一个是两战全胜 嗯 一个是把广东队逼得重新落后给 而且是不止一次落后 对 就是持续 看到了有几个球员非常有特点的发挥 是 啊你看 曾凡日在祝福这个高时熬 嗯 也连 这个时候的表情好像 已经有点累了 对 这场比赛的主角就是高时熬跟李元宇 和胡明轩周鹏 是 哈哈 有些细节补多的很有意思 嗯 比赛部分呢结束 我们也是最后 来看一下官方给到的一些关键数据的对比 打到第四节呢可能 逐渐的进入到轮换时间 这个数据的有效性的会受到一点点影响 来看一下三笔球得分啊 这一点差了很多啊 10比51比30 2分得分的青岛队是更多一些的 三笔球呢差了8个 主攻呢差了3个 抢断的6比10 青岛队10个抢断啊 这一点是值得称到的 但是三笔球命中率今天广东队 百分之52 对 八球命中率一样 广东队回去会 杜丰之打会不高兴的 他有几个阶段 就是打的比较乱 失误非常多 那么最终我这个 因为现在这个统计这儿 没看到有延迟吗 就是他出不来数据啊 就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就是 整体的失误数字 应该是超越了他的忍受限制 我们看到胡明轩也是当选为 这个我们迷古视频 本场比赛评选出的MVP 25分 25分 而且那四个篮板 我们看到在外线的投篮比重上的 胡明轩在今天比赛当中很主动 而且他得分的重要时机好像不亚于周旁 就是这个时间 就是说当中场休息以后 教练要求打破这个僵局 不能被对方一直缠着 甚至还落后对方的时候 回来他领导了那一波 就是反击当中的三分球 而且破联防破的脑子 思路很清楚 所以导致最后第三节那段时间 比分啪就拉开了 拉到八九分的时候 基本上青岛队就有点力不从心了 因为如果也比分一直咬着 我会超越我自己的能量的限制 拿出120%的这种方式来给你打 但是如果是落后个七百分八九分 他会就使不上劲 你本来体能什么下降了以后 他就上不来这个力气了 所以这场比赛 首先表演青岛队 我是觉得很有特点 他的联防效果也非常好 也把广东队的一些问题 给暴露出来 在阿联伦修的时候 你整个赛季估计要很长时间 面对阿联伦修的一个状态 但是你没有理由说 我打这样是没问题的 因为上个赛季 整个赛季没有一剑联的时候 他拿了总冠军的 他面对过很多这种 就是联防让你很难受的状态 所以不应该打这么乱 那这个是我觉得广东队今天要吸取 教训的 广东队的15 我这边看到应该是16次 16次 那到后面基本上就控制住了 对 在第三节打了一小半以后 就开始慢慢的控制 对 有小十四 上半场带来 所以上半场是比较多的 对 也会显得场面上的混乱 青岛队今天看到年轻的19岁的高士敖 2米25的身材 在于家豪走红网络的第二天 是吧 马上就得站出来 对 他被很多人认识了 我相信很多球迷会去开始寻找他的资料 看他过去的这些视频 他是青岛清讯系统出来 而且对于这支球队来说 高士敖大家也更熟悉 包括在上赛季当中也零星见到了他的身影 所以希望那个谁呢 刘传心早点回来 哈哈哈 要不然 要不然人家对你就 位置上的威胁 不思念了 哈哈哈 全场景景当中 我们也是看到更多啊 两队对攻当中的镜头 今天的对攻火腰味很足备 对 虽然说比分呢 并不是说高到一定程度吧 加在一块呢 其实我们看203分啊 但是其中的这个含金量是比较足的 很有看的 这个比赛我是觉得 很有看头 嗯 不是你想象的 一开始就一边倒 嗯 是吧 第一节有这个趋势 但后边实际上已经做了很大的一个改变 尤其无止打的联防 嗯 那么面对联防 感到束手无策 是很多职业球员和业余喜欢打篮球的人 头疼的问题 嗯 那么广东队会给你一些答案啊 他们是一只破联防 理论上应该是比较有心得的球会 嗯 这场比赛呢 金德展现之一就是他们的外形 但是他们也也曾经遇到迷惑过 对 主要呢还是这个高度的问题 对 因为因为有大中锋 嗯 就是这么高的大中锋 他的防守面积非常的大 嗯 而且我也反复说到了广东 包括在上赛地当中 就是达卡雷连就也在的时候 嗯 广东打青岛队 包括伊杰连也在那个赛地 不舒服 也不舒服 对 就是我记得经常就是好像是 呃 亚当斯换成达卡雷之后 伊杰连在的时候也是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 有外援呢 就另外一个概念 因为外援他像遇到困难的时候 会把球交给外援去 单打 嗯 体现他的这个个人的优势 对 所以打篮球打的就是一个优势 但是我希望大家多看看 这个第一阶段就是因为在外援 基本上没到位情况下 教练他会调动一切资源去打整体 嗯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像那个王虹的角色 就特别突出 对吧 这个要搁以前的比赛王虹可能上场 也是几公斤 嗯 对吧 亚当斯拿一球 然后林伟瀚控一段 刚刚于是对 那到那个王虹那就没时间了 不太上场了 你看看他以前的上场时间 就这样 他在山西队啊 后来去江苏队啊 嗯 他实际上时间都不太多 对 所以也是看到更多年球员 包括在之前上场球员不太多 就像苏老师说的一样 这些球员其实至少在第一阶段 嗯 比较长的时间里啊 是 有机会证明自己 也希望他们能够把握一个相对难得的时机 那么我们最后也再看一下吧 两个球队在接下来 将会在随后面对哪一些球队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青岛的这边 青岛啊 青岛啊 16号打四 又打四川 打过了 对打完四川和广东之后 打过了 对我们看看这是21号 将会打天津 天津 这场球因为天津相对弱一点 然后 现在那个谁呢 张兆旭啊 可能有点伤 有点腰伤 张兆旭那天开会做久了 站起来突然就不舒服 他个儿太高了 而且现在体重上来了 随后呢 将会面对浙江球数金租 包括深圳 以及守纲和苏州肯尼亚 就是打完天津 有三场 是非常难打的 硬骨头 然后就打江苏那个呢 会实体比他们弱一点 好一些 我们呢 随后再来看看广东 那么在两场比赛打完之后呢 也会打浙江 那场比赛 还是我和苏老师 咱们俩说 这个是 随后打上海 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受期待的 这两场都是很期待 你打浙江 可不能拿今天第二节 这个状态了 于家豪可不是 这个 对于家豪 关键是浙江有那些 也挺快 吴钱呢 王一博 陆文博 那一波 曾经的班底 硬的不得了 对 随后呢 我们看也会面对四川 然后再打深圳 上海 王哲林 那个才 然后30号再打一回浙江 对 两战浙江 所以说广东队接下来的赛程呢 也是比较受期待的 应该说这一个月当中啊 很多球队的接下来赛程 可能就只支持一个球队 看起来都会有惊险 有惊喜啊 所以说而且刚才我们也说到了 38轮的比赛 每一场比赛的含金量 不太一样 不像之前那么长的比赛当中 会有一定的容错了 希望各职球队把握自己 能够在最后的回顾当中 让自己觉得啊 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那今天呢也和苏老师 共同和大家见证了一场 非常精彩的比赛 感谢苏老师 也感谢各位球迷一整场比赛的守候 感谢各位 我们下场比赛 再见 好再见